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国走出疫情第一步 习近平见左科威 那印尼总统左科威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 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北京 他将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之后 首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 印尼总统访华期间 将与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 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 深入交换一见 王文斌还说 中方还期待通过左科威总统此次访问 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 打造新时期发展中大国互利共赢的典范 共同发展的样板 男男合作的先锋 那环球时报援引专家就说 经济和贸易合作将是两国会谈最重要的话题 同时这也是双方最有可能取得成果的一个领域 因为推动双边地区经济恢复是当务之急 左科威今年3月曾与习近平通话 当时中国媒体报道就称 左科威表示 印尼希望同中国开展双方合作 那助力印尼新首都建设 同时希望中国继续支持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 和绿色工业院区建设 那本次印尼总统前往中国 是他东亚参国之行的第一站 左科威还将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 印尼外交部长勒特诺就说 这三个国家是印尼经济领域的战略伙伴 即将举行的会晤焦点是加强经济合作 特别是贸易和投资 有分析就认为 左科威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 可能包括说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参加 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 另有分析就认为 印尼总统此次应邀前往中国 据报还将与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 可能也预示着至少中国外交开始逐步走出疫情 除了派出高层人员外访 也开始恢复接待外国政要来访 左科威即将访问中国 收到国际媒体 特别是亚太国家媒体的密切关注 澳大利亚人报就报道说 左科威去跟习近平聚参拉关系 成为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后 第一个去见中国领导人的民主国家领导人 报道也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印尼在如何保持居二十国家团结的问题上 处境尴尬 因为西方国家威胁说 如果普京出席峰会将集体抵制 那印尼作为一个不结盟的国家 顶住了这个压力 但作为一个妥协 选择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作为嘉宾参加峰会 《亚加达邮报》在报道 左科威此次亚洲之行时就写道 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 位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中心 中国和美国一直在这里争夺影响力 那悉尼先驱城报的报道 则预计习近平在会见左科威时 预计将提出澳英美安全协议 加紧活动反对这一涉及核潜艇的协议 中国武器打开中东北非市场 那英国独立新闻媒体中东之眼 上周五引述多名军事专家表示 俄罗斯忙于侵略乌克兰 以及美国国会限制向某些国家出口武器 让中国得以填补武器市场真空 将武器出口从亚洲扩展至中东与北非 他们指价格优势结合相关产业实力 以及不与政治挂钩是中国武器的卖点 那中国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已经扩大中东武器市占率 尤其是以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受欢迎 但专家同时指出因中国武器缺少实战测试经验 进军高端武器市场恐有难度 报道就引述美国华府智库 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 人类安全部门副主任赫拉斯表示 中国逐渐成为许多中东国家的 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称中国政治力为其武器扩展全球市场 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向世界各地顾客 提供交有效的武器硬件 维修服务以及系统升级 赫拉斯又认为俄军亲屋为中国提供金会 那填补对中东以致全球的武器出口增空 2019年成立的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 前身是华府智库全球政策中心CGP 主研穆斯林国家及社会与美国外交政策 以致全球地缘政治的关系 那国际风险情报管理网络公司 RANE中东及北非分析员博尔就表示 不像美国中国提供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时 往往不附带严格使用条件 令其具有部分优势 那另一个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中东项目非常驻研究员阿卜杜赫 就则认为 那首先中国不过问 中东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 加上以可负担的价格提供性能 堪比美国武器系统的高科技武器 令北京过去数年的军售逐渐增加 中国被指近年早已抢占中东的武器市场 那阿布杜赫指中东等领袖 由对中国无人机与防空系统感兴趣 那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统计数据就显示 中国2017年至2021年 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出口的武器总额 比前五年分别增长了290%及77% 但亚洲仍是中国武器主要市场 同期79%中国出口武器流向亚洲国家 而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 更占整体出口量的47% 那今年3月至4月 中国分别向巴基斯坦及塞尔维亚 出售先-10C战斗机和FK-3防空导弹系统 那博尔预测中国将会以海湾阿拉伯国家 尤其沙特阿联酋和卡达尔 作为高端军售的目标市场 不过赫拉斯就认为 北京打进军机先进感应器 区域 主角 防疫系统等高端武器市场 正遭遇困难 他指中国武器制造商仍未获得广泛的信任 另外其制品缺乏在冲突地区的实战测试 相反美国 欧洲 俄罗斯 甚至土耳其武器都在这方面占优势 那赫拉斯又表示 中国目前在中东的军售式战略虽然有所增长 但北京需要一场战争 以展示其高端武器胜过竞争对手 方能真正打进高端武器市场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 沙特号近1万亿美元建全球最巨磨煞 沙特阿拉伯计划在西北部开发中的 新蔚来城NEOM 撤资1万亿美元 那建设全球最巨型的摩煞 那有两座长120公里 最高处接近500米的平行建筑物组成 称为Zing Mirror Line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要求在2030年底前竣工 建成后可救500万人 他希望此建筑物可以像埃及金字塔一样 经典及不朽 那华尔街日报取得去年秋天一份 数百页的机密规划文件 首次提到Zing的具体细节 那Zing的高度不等 最高处达1600英尺 高于纽约的帝国大厦 那Zing将是从鸿海、鸦克、巴湾 一直向山区度假圣地和沙漠地形延伸 连接至将会容纳沙特政府的建筑群 Zing将以垂直跟座的方式 为居民提供食物 蔬菜自动收割打包 居民付费定一日三餐 他们可通过走廊穿梭在两座建筑物之间 离地300米处设有体育场 两座建筑之间会有拱门 拱门之下有码头可停泊游艇 而建筑物地底将新建高速铁路 消息人士就透露 项目预计耗资高达1万亿美元 建成后将可容纳500万人 不过外线文件也提到 新未来城员工警告 巨型建筑物会改变沙漠地下水的流动 并限制鸟类和动物的活动 那规划人员必须解决许多问题 例如如何应对数百万只鸟的迁徙走廊 与静相交 他们也担心 两座平行的高大长行建筑的阴影 令住户缺乏阳光照射 那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而在经历过新冠疫情后 人们可能不愿意住在 密集式的庞大建筑物内 静是新未来城一系列 备受瞩目的项目之一 这个新城市源自小沙勒曼的构想 旨在让沙特经济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由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拥有 希望吸引外国投资 并创造数千个新的就业机会 2018年发生沙特特工 爱沙意见记者卡舒奇一案之后 许多西方国家和公司抵制沙特王国 及事实上同志者小萨勒曼 那不过 本月中美国总统拜登 到访沙特并与小萨勒曼会面 结束了西方的鼓励局面 那为新未来城引来外资带来曙光 最重要的是 近来油价高企沙特库房收入大增 让王储可推进其雄心勃勃的项目 去年1月的初步影响评估表示 近必须分间断建设 可能需要长达5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但小萨勒曼要求近在2030年底前完成 近计划尚未完成定案 仍有可能生变 那沙特与阿联酋一样 并非所有开发计划都一定会完成 换个焦点 菲律宾大学毕业里出大事 那菲律宾警方表示 位于首都马尼拉大区 奎松市的雅典要大学 周日举行毕业典礼之际 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死者是南部拉米坦市的前女市长 弗里盖伊 她的一名保镖和一名校方安保人员 为应届毕业生的弗里盖伊的女儿受伤 那据报这宗枪击事件 似乎是锁定目标的刑事案 枪手已经被捕了 警方就称 枪击周日下午在雅典要大学 三号门附近发生 当时法学院学生和家人 正抵达毕业典礼会场 死者是来自南部动荡不安省份 巴西兰的拉米坦市 前女市长弗里盖伊 她的一名保镖和一名校方安保人员 那弗里盖伊的女儿受伤 她是法学院应届毕业生 警方说她情况稳定 枪手行凶后试图驾车逃跑 后被捉获 那警方正在调查枪击案原因 魁松市警察总长迈迪纳就表示 枪手持有两把手枪 似乎要行刺弗里盖伊 枪手义士来自拉米坦市 该市是效忠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IS的阿布沙耶夫 武装组织的基地 据当地媒体报道 雅典要大学法学院原定 当天下午举行毕业典礼 那弗里盖伊以毕业生家长身份出席 那匈牙利总理说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失败了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科托表示 由于对莫斯科的惩罚性制裁没有奏效 那欧盟需要针对乌克兰战争制定新战略 欧尔班于4月份接续其第四任的任期 他重申 匈牙利将远离邻国乌克兰的战争 他正面临着至2010年 展权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匈牙利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两位数 福林货币疲软 并且在布鲁塞尔就民主标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 欧盟的资金仍然没有拨付 那欧尔班此前就曾表示 匈牙利不愿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禁运或限制 因为这将对其严重依赖 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经济造成损害 他表示西方对乌克兰的战略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 即乌克兰可以利用北约的武器赢得对俄罗斯的战争 制裁措施将削弱俄罗斯并动摇其领导地位 并且制裁对俄罗斯的损害大于对欧洲的损害 以及世界将联合起来支持欧洲 那欧尔班就表示 由于欧洲政府像米诺骨牌一样崩溃 能源价格飙升 那现在需要一项新的战略 而这项制裁战略已经失败 他称乌克兰永远不会以这种方式赢得战争 很简单 因为俄罗斯军队拥有着不对称的优势 那欧尔班呼吁俄罗斯和美国举行谈判 以结束战争 新闻的最后媒体来了解 各国如何使用燃料为政治武器 那全球变暖不再是未来的问题 相反它已成为现实 且后果越来越严重 作为回应 各国已经承诺减少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尤其是二氧化碳 作家马克·布坎南在美国彭博社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就说 本周法国的气温达到了42.2摄氏度 比季节性平均温度高出约36华氏度 而在伦敦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 打破了2019年创下的记录 与此同时 法国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 土耳其和美国数十个州爆发了严重的森林大火 在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之后 美国承诺到2030年 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50% 那到2050年 实现净林排放 许多其他国家也做出了类似或更加雄心勃勃的承诺 那因此作者就解释说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宜居的未来 金融市场应该开始贬值搁浅的化石燃料资产 那即根本无法燃烧的石油和煤炭储备 那作者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 并指出市场似乎效率不高 而投资者迄今为止忽略了 他们将来在未来某个时间目睹的恐怕冲击 作者就补充说 投资者可能不会相信政府会按照他们的气候承诺行事 谁能真正责怪他们 尽管在无数美妙的话语 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无情的上升 那作者就提到还有第三种可能性 最近美国参议院气候立法的戏剧性崩溃就是民政 那在煤炭业务上投入巨资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清 打破了与加强气候政策的平衡 那50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他的行列 并指出可能是化石燃料公司及其投资者 尤其是一些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势力 他们希望通过保持化石燃料估值膨胀来影响未来 作者就指出 他们可能认为对化石燃料资产的持续信心足以影响市场 鼓励更多投资 并最终说服公众期待继续使用化石燃料 那确实 作者就说这很烦人 但这个想法比人们最初想象的更有意义 因为高评级创造了可以轻松实现的期望 那使政府可以逃避做任何事情 或者通常遵循对政治领导人最不痛苦的行动入境 因为政治家可以说服对燃料化石的需求减少 将导致选举失败或社会动荡 作者就指出 越多的人将化石燃料视为一项重大的投资 那么化石燃料股票将获得更多补贴 化石燃料公司将更多的投资于实物资产 那么政府将很难退缩 因为更多的金钱和资本将受到威胁 更糟糕的是 更少的人投资于能源替代品 例如可再生能源 这将吸引油税团体更弱的支持 那最终结果是我们都继续 以与缓解气候变化影响不相容的速度 使用化石燃料 不顾日益严重的后果 作者最后就说到 现在表现出对化石燃料的信心 会使政府放弃化石燃料 看起来比坚持下去更糟糕 并使用了Summer New所说的话 今天的预期和基于今天预期发生的事情 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 作者指出 关键是要让气候变化 赢家联盟强大到搁浅资产 似乎是可以接受的社会成本 这通常会影响少数落后者 他们比其他人更晚 重新调整预测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